年三十,何鷹首先搶襲和大家拜祭祖年 祝大家波運亨通 聽何鷹的,相信和足球有關的人士比較多 所以雞鷹得心應手,波運亨通絕對是大家最需要的 其次身體健康,因為身體不健康就不能踢球 未來過年,何鷹開始做越多片 正直過了一年,未過了,準備過年 做到過年期間,我相信我都沒辦法再做片 因為不是以後不做,是這段時間收勞 做不到,因為小弟將會不在香港 所以亦都沒辦法做片 年三十,今天做完這段片就收勞了 我相信過了一年之後,第一條片 就會是這場賽事的賽後平 說回這場賽事,這場賽事是車路士 作客來到硬碑路挑戰利物浦 好,這場賽事應該是年初四的賽事 相信是年初五的賽事可以跟大家分析 年初四的賽事,是很晚的 我相信大家都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我當然會看,我會看重播 好,利物浦,車路士,首先說回 我今天呢 剛剛完結了聯賽杯的四強 利物浦就出局了 先回答了一些,有些人inbox我 問,為甚麼利物浦差不多圍偶了 圍偶收咸頓了 亦都三番四次門前有機會 但為甚麼都會 被這個收咸頓淘汰呢 那理由呢,很多時候我看到 就是蕭烈志在門前的塞機 有兩次一次,就蓋不正那個波 不然這個是Walli,就是車身抽入 那另一次呢 他走入禁區,接應是兩邊環出波 也是踢高了 按不低那個波 那兩次,如果同樣都是這個情況呢 明顯就是那個狀態不足 按不低那個波 按不低那個波 亦都是除了狀態不足之外 當然還可能是技術不足 那麼蕭烈志呢 給我感覺應該是狀態不足 因為他比較少踢 那還有究竟呢 門前把握這件事呢 如果說到,門前把握 有人就說呢,門前把握 就好說呢,這個是那個級數的 好說實力的 那這個是說對了八成 那另外還有兩成呢 其實反而是跟教練有關的 啊 跟教練有關,為什麼呀 門前把握 那個教練下去踢什麼 難道教練叫一下 那個人會踢入嗎 不是 不是這個理由 為什麼會講到呢 門前把握跟教練有關呢 那其實呢 很多時候就是看回呢 究竟 那個教練擺個球員的位置 對不對呢 很有趣的喔 如果譬如很簡單啦 譬如或者 那個教練 是要 那個球員入攝 你要入攝去射球 入攝去單刀 那如果他叫錯了一個人去入攝 或者叫了一個人是不適合踢那個位 的人是去踢那個位呢 那到時呢 在比賽的時候呢 就撞正了他有單刀機會 或者門前機會呢 就給一個呢 就不適合踢那個位的人去踢那個球呢 那便會出事囉 其實呢 如果你教練呢 擺錯了位呢 擺錯了陣式呢 或者叫錯了球員的踢法呢 他到時呢 他這麼巧有機會呢 他把握不了呢 除了呢 是他失機之外呢 其實那個教練呢 也是做錯了事嘛 即是如果教練是擺錯了的 例如蕭烈志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中路的人 蕭烈志更加像是踢邊 因為他需要走動空間 所以蕭烈志呢 如果他在這個右邊的位置呢 是有大位做一個抽 其實他把握力就厲害囉 但是如果你要他攝中間 或者你要他去掌握兩邊 橫出球 那樣他就不厲害囉 就是這麼簡單啊 其實就是擺位的問題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都出現了在曼城的身上啦 譬如曼城對著熱始一場賽事 其實曼城是多些機會啦 門前把握得不好喔 那這個是什麼理據呢 什麼理由呢 那不是呢 那個教練擺得不對 那個教練擺得對 只不過呢 因為那個教練之前呢 擺得很長時間都不對 因為曼城呢 就太長時間呢 就習慣呢 就踢半場震地 突然間踢高速足球呢 踢這個傳統英式的高Q大棍打法呢 就變了那幫人就不適應啦 那其實呢 很明顯呢 就是小練習 疏於練習 那就是曼城在那場球呢 在門前長期把握不了機會的一個其中一個理由來的 好啦 那就是講回啦 利物浦呢 剛剛呢 就是輸了球 那另外一個理由就是 他們那個先天的缺陷呢 就是三番四次都被三番頓打這個反擊 亦都是不夠人呢 就是翻這個呢 是防守的 那這個亦都講過了 就是那個先天的利物浦問題咯 是不是 好啦 那亦都是爭呢 就是爭沙特有問尼 插入禁區嘛 撕破力大減咯 那這三個因素呢 就引致了利物浦呢 就是輸了呢 是聯賽杯的四強 那接下來呢 其實我現在是年三十啦 那所以呢 其實未來呢 還有捉獎杯的賽事 那利物浦和車路士呢 都要打的 都要打捉獎杯 那其實都是累的啦 打完捉獎杯 再打這個是 重磅的英超大戰 那當然呢 利物浦 他之前亦都打了聯賽杯四強 剛剛打的 但是車路士呢 就不用打 那首先呢 在第一回合呢 車路士呢 就是贏了啦 因為在體力上呢 車路士贏了啦 好啦 第二 就是車路士的班底呢 其實是比利物浦的 厚一點的 那所以應付頻密賽程呢 車路士又會好一點 那在兩個先天的要決上面呢 車路士呢 都是好一點的 那不要緊呀 我們刻意呢 可以說一下呢 就是一些戰術上面的問題 因為其實如果戰術上面呢 是有一個差很遠的情況呢 那其實就算體力差一點點呢 其實都不是說可以 有那麼大的影響的體力 那但是問題就是如果呢 在一個比賽的模式 戰術兩隊的那個 那個薄翼 和那個 沙盤推演上面呢 都是一隊球完勝呢 那體力呢 就是連累進去的 好啦 那我們首先講一講啦 就是究竟 比賽上面的戰術啊 哪一隊呢 會佔據好一點的優勢呢 我可以這麼說 兩隊都是縮矮仔的 車路士是啦 車路士三中堅 五後衛 前面三個打完 救人回去防守 這就叫縮矮仔啦 那麼利物浦呢 更加縮矮仔啦 因為利物浦一向的打法 就是要縮矮仔 那麼那些人呢 才可以打對手的身後啊 在這個中圈開始 三秒內蓋上去射球 那麼那些後衛呢 就翻不去 或者後衛呢 就轉不去身 通常呢 就是欺負這件事的 利物浦 那麼既然兩隊球呢 都是先縮矮仔啊 踢法這麼像的賽事呢 變成了呢 就形成了一場呢 就是對攻的賽事 對攻的賽事呢 就是快上快落 打開兩邊啊 那看什麼呢 其實就是看兩隊的把握力 還有呢就是看兩隊的防守球員呢 翻不翻得撤去的 在這個範疇上面呢 其實就很簡單的啦 如果要鬥把握力呢 明顯呢就是車路會市的球員呢 是既勝一籌啦 那因為呢 利物浦呢 首先呢 沙特尔文尼又不知道 翻不翻得到來啦 那另外呢 就是 利物浦的球員呢 在門前的把握呢 是沒有車路會市的球員那麼好啦 吸數是一個理由呢 那另外 究竟蕭烈子的位置是擺中間 還是擺右邊 亦都是高普的問題呢 那當然啦 你說到蕭烈子 為什麼經常都沒有正選呢 其實我估計呢 應該是蕭烈子的踢球呢 就太過個人化了 太過就是喜歡自己去 那就不是很適合高普的踢法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這個元素呢 為什麼這個蕭烈子 一向都是 在高普的陣容裏面呢 是拿不到位置 OK 好啦 那講到呢 就是防守球員 翻不翻得似去啦 防守球員翻不翻得似去呢 明顯呢 利物浦又是 略順的 比較呢 是輸蝕的 因為呢 這個 利物浦呢 他們那個先天的缺陷呢 就是球員不斷蓋上去 就翻不出去的 那當然呢 防線的級數 也是利物浦呢 比較差的 那為什麼呢 這場賽事真的會差那麼遠呢 很明顯就是兩隊的打法太似 當兩隊的打法太似呢 就是看級數的了 那很明顯車路士的級數呢 是比良普好的嘛 那所以這場賽事其實都幾簡單的 車路士可以輕鬆取勝的 即使是作客都好 那所以呢 其實這場賽事呢 車路士呢 贏的機會呢 是差不多高達95% 那 那其中的5%就是看球證的演出啦 究竟有沒有亂吹啦 那這個呢 基本上這場賽事的預測 好了 希望呢 這個是乾地啦 可以幫助大家呢 發個新年財啦 那何榮呢 去到最後呢 亦都是 再一次呢 是供祝大家呢 身體健康啦 身臟力健啦 財運亨通啦 繼年呢 行大運的 那看完賽事去到最後呢 看看電腦是不是都猜車路士贏了 那應該相信呢 電腦 都會猜車路士贏的 那基本上呢 這次呢 何榮呢 跟這個電腦呢 是一致啦 都是猜車路士呢 可以贏波啊 那講到最後呢 就是講回 即是高普的問題啦 高普其實還有一個呢 就是 換人上面呢 其實都是比較遲鈍的人來的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哥德奧納都有 那就是 雲家都是一樣 那其實呢 整個英超呢 換人比較決斷的教練呢 反而是摩連奴喔 是不是 好了 那就到最後啦 車路士是這場球呢 我猜是會贏的 那就過完年再見啦